第232章 高木基 所以如小琪琪这般小娃娃的脚 不会真的动着 却也绝谈不上舒服 不过因为向来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都没感觉 包括小琪琪自己 而看在方天眼中 那自然是不一样了 有些东西很简单 但是效果很立竿见影 嗯 确实是立竿 鞋底容易湿 那就把鞋底织起来 让它不靠着地面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小弟 你 你好了 大院练武场西侧的大杂院 向来是个不缺人的地方 而这种天气里 又加上拥兵团主力整体全修 他们不可能全跑出去玩 所以待在大院的 有空多半就扎堆H与警号 N在这儿了 悄悄打打 打打悄悄 随心所欲 或者弄个桌子 或者弄个椅子 看到方天带着几个大小娃娃过来 李森最先一步开口问道 他其实是想问小弟 你升级了 但 但是话到猴边 改成了身体问候 是啊 感谢卡琳小姐 感谢NV神 方天随口说着 顺流无比 自然无比 一听就是自真心 让不知道的人听了 还真觉着 他已经成为NV神信徒了 小弟 你到这里是来 剑猪问道 以前方天能得到救助 真要说来 踏实工 哥哥是给我做东西的 还没等方天回答 小琪琪大声而得意地宣布 说话间 方天已经步入了上面有着广阔遮蔽的院内 卡琳小艾薇等也都把头上的大导篷给解下 而院内的一些众人也在这时淫威了上来 小弟 听说你昨天又升到五级了 我现在搂搂你 没问题吧 寿侯一大半是开玩笑 一小半也是加着点认真的问道 小弟已经是五级 五级了呀 这可真不是什么简单的可以不当一回事的事情 红石镇的克里奥大人也不过只是六级 而以小弟的晋升情况看 神 两个多月前小弟刚到这里的时候可才是三级 就算那时他是已经快要升到四级了 但这两个多月又升一级 那也是太令人惊悚了 不过说真的 从昨夜到早上这段时间 他们知道方天又升了一级后 不少人其实没怎么惊讶 在他们感觉里 不管小弟怎么折腾 都是正常的 他要是不折腾了 那才是不正常的 话说当前 寿侯这一问 其实却也代表了团里以往和方天亲近的那些兄弟们 大多数人的心声 双方相处 随着某方实力的变更 其后总是要伴随着双方关系的变更 这情况 就算是亲如父子家人 也不例外 不过关系变更 不代表一定就是感情变更 只是当双方实力相差巨大 甚至越来越巨大的时候 两方在一起时 一般而言 可公留的东西就少了 而相处起来 也不容易如之前那般随意了 动彻了解这种因由 这种心态 方天也不说什么别的 只是怂怂间 微笑着道 什么时候都可以 然后紧接着就对小琪琪道 琪琪 来 我们先抱抱 小琪琪高兴地哑哑着蹦上来 四脚并用 挂在方天身上 方天先带着他转了几圈 要是往日在外面 下面就顺势 把他抛天上玩玩了 不过这时是在上面有顶的院落内 当然就算了 小琪琪下来后 瘦猴一个纵步 抢了第一 如以前那般 搂着方天的肩膀 哥俩好的摇晃着 半晌后 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来 换上他人 如此这般 一个接一个 直到最后 卡的松下搂着方天肩膀的手后 带着众多兄弟的心意道 小爹 恭喜你升到五级 瘦猴这时在边上补充 老大他们本来想一早 就给小弟你道喜的 可是还没等天亮 他们就一个一个的被人给拉走了 这个 小弟你是知道的 一边说 瘦猴还一边眨着眼 方天失笑 这其实也是意料中事 方天估计 不只是欧文安 德森 莫里希莱恩等人 就是皮埃尔管家他们 现在大概 也都被人拉着留感情去了 对了 小弟 你现在过来试药 留了半天感情 才问及正事 卡德开口问道 他是在场的不多的二级舞者之一 按照拥兵界的惯例 或者说一贯法则 现在在这里 他是头头 各位兄长 你们有事且去忙去 我就做个小玩意儿 自己动手就成 方天说道 这天天憋在院子里 闲的蛋都快没了 能有什么事 剑猪说道 你们很闲 那可以练武啊 方天随口说道 结果招来一片白眼 就连小伯格小迪克 这些小家伙 都送了个大白眼给方天 这种场合 有个人总是要上场的 就在方天在一堆散木料前 打量的时候 沙家背着两手 悠悠而来 小弟 这次是做什么东西 沙家前后一共看到 方天三次出入这杂物院 第一次是做了棋子棋盘 第二次是做了独木舟 第三次是做了滑板鞋 然后 后面的结果是 从棋盘中走出了 奇经十三篇 从滑冰场上 走出了升到三级的小师妹 而至于那只独木舟 所滑向的地方 是连老师都惠莫如深的存在 莫管仇 莫管忧 范周也 此间游 风营也 水送也 土城也 火会也 日垂拱 月永流 四元素 在深周 默念着这句话 感受武动乾坤 圣王 造神 圣王 江夜 杀神 神隐王座 求魔 傲视九重天 最强气少 大洲皇族 江夜 杀神 神隐王座 求魔 傲视九重天 最强气少 大洲皇族 武动乾坤 江夜 杀神 神隐王座 求魔 傲视九重天 最强气少 大洲皇族 造神 江夜 杀神 神隐王座 求魔 傲视九重天 最强气少 大洲皇族 这因这句话 而带来的身心 深处莫名的震动 沙家对方天 这一次的造访杂物院 格外悬心起来 其实没什么 就是做个鞋子 还记得上次的 那个滑板鞋吗 和那个差不多的 方天说着 很快找到需要的东西 动起手来 方天的目光 不过关 但可以用法术来辅助 法术不过关 又可以用目光来辅助 两种手段替作用下 做一个鞋子 那还真是东方不败绣花 又快又好 鞋底做好后 方天还真的开始绣花了 哦不 不是绣花 是那鞋 这杂物院里 几乎什么都有 当然也不缺 方天需要的东西 方天让卡的 他们找来针 找来线 找来粗后部 找来类似棉絮的 那种填充物 那实际上 也是一种植物的絮 只不过不是棉花 很快 一个棉鞋鞋面 就做好了 于是方天开始了 最后一次的加工 几十戏之后 一个奇怪的鞋子 就诞生了 在最后做点小的整饰之后 方天将两只鞋子 递给小琪琪 琪琪 来 换上这个鞋子试试 小琪琪早就在 望眼欲穿的等着呢 因为哥哥说了 这东西是给他做的 此时 听到方天这么说 立马换上了新鞋子 鞋子换了上去 绵软厚实又干爽的感觉 立即令他舒服地 眯起了双眼 乐呵呵地傻笑起来 这鞋子大小 是方天完全按照 他的脚尺码做的 那真是不大不小恰恰好 更为了穿着舒服 鞋面底部的布面底下 也是纳着一层絮子的 来 琪琪 走几步给哥哥看看 方天出声提醒道 于是 小琪琪就起步了 蹬蹬蹬地 又帅气又张扬 又同志地 在院中 众人腾出来的空地上 转跑起来 三步一转 两步一回头 那双小鞋子 被他踏得踢踢响 而那小身影蹦蹦跳跳间 当样出来的 尽是活力 尽是兴奋 而看了这一幕 不只是小艾薇 小小狄克等小家伙 就连兽猴等人 也都眼热起来 这东西做起来 完全没有难度 所以下一刻 他们便轰得一下四三去了 各自动手起来 小琪琪现在穿在脚上的 正是一种叫做高木机的东西 鞋面部分 和一般的鞋子 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鞋底 木质的底部下面 一前一后 横定了两个长方形的小木塞 使得鞋子塌在地面上的部分 只是那两个小木塞 而整个鞋底 却是被悬空着的 因为有之前滑冰的经验 方天毫不担心小琪琪 他们会摔着 所以才把这东西弄出来 当然 其实就是摔着也不怕 这些小家伙 从来摔不疼的 就连沙家都开始动手 给自己做起同样的鞋子来 看到他的举动 方天甚是期待 这待会 要是有相机 有网络 传上一张法师 穿着高木机的照片 给地球的网友们看看 那该是多劲爆啊 可惜 这终究只是幻想 这个眼福 也只有他自己才能保了 小艾薇和小 自是不用亲手来做 他们有他们的方天哥哥呢 于是接下来 方天又开始忙了起来 刚才给小琪琪做的 只是一个展示品 现在在做 当然可以玩一点挥样 就好像之前的独木舟一样 方天先给小艾薇 做了一个蝴蝶鞋 又给小做了一个虎头鞋 说是蝴蝶鞋 其实也只是 在寻常的鞋面前测坠了个与实物 只有七八成相似的小蝴蝶 而虎头鞋 同样也只是看起来有几分 像老虎样子的鞋面罢了 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小灰样 但是足以让两个小MV还兴奋不已了 这下小琪琪又不让了 缠在方天身上 要哥哥给他做个更好的 第233章 油纸伞 那当然很好办 这个要求太容易满足了 把蝴蝶换成星星 坠在鞋面上 那就是星星鞋了 星星鞋做好后 小琪琪这小笨丫头又傻乐着了 不多待会儿 这个大杂物院里 尽是一片灰搭灰搭的神眼 方天转个圈 放眼看去 四周尽是穿着高木机的人 接着 方天更现还有几个家伙 为了试试这种新鞋子 在泥水里踩踏的效果怎么样 现在正在院外专门 找泥水挖坑的地方踏呢 方天晕 这还是大人干出来的事 如小破克这般小家伙 那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 暂时小琪琪还心疼着他的漂亮鞋子 舍不得下水糟蹋 但是看他看着正在泥水里 四处瞎闹的小破克他们时 那满脸羡慕的样子 则天估计 他的老实劲不会保持多长时间 这段时间 因为外面一直下雨的 地面从来就没有干过 所以大院众人的鞋子 鸡都是皮子做的鞋子 布底的鞋子 根本就不能踏出去 这些皮子可都是货真价实的 绝对没有任何假冒伪劣的可能 而皮质也都是相当好的 来源更是五花八门 愣不定拎出来一双脏兮兮的鞋子 说不定就是上好的狐狸皮做的 不过 虽然材料是百分百的原生态 但是加工工艺及制鞋手艺 同样也是原生态的 劣质的不能再劣质 以往今天的时候 穿穿也还好说 这联姻的雨天里穿这个 那感觉 那体会 只能说 只有穿过的人才知道 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又直到这个连绵雨季的来临 方天才对前世看过的 黄义大唐双龙传里 一个叫婉婉的NV孩 有了理解 婉婉是一个喜欢赤脚的NV孩 以前 方天觉得 要么是他比较懒 每天起NetG鞋子 不穿一辈子也不叠 要么就是他的小脚 长得很好看 所以喜欢自我展示 但是现在 方天觉得 也许这两个原因都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 没有好的合适的鞋子 让他穿 只要想一下 绝代美NV诗飞轩 正准备和许子凌 修炼天地欢大乐富的时候 小诗把鞋子一脱 两手揽着群居 一朝NetG上一坐 结果现许子凌没有扑上来 反而倒退了两步 皱着鼻子道 你的脚好臭 那真是要多崩溃 有多崩溃啊 所以说 在类似那样的时代 一作为NV人 赤脚才是王道 晚晚实在是个 比诗飞叛要聪明得多的NV孩 闲想片刻 方天转头四处打量 然后终于在正南偏西 90度角的方向 陷了沙家 当方天看去的时候 这位大人正搅着高木鸡 踩着墙头 然后下一刻 他的身影就不见了 像喷泉广场那边去了 不过虽然只看到了一眼 方天也还是觉得 这位大人搅着高木鸡的风姿 韦石是极有看点啊 看小破克他们 顶着大斗篷 在小雨中打闹的样子 方天在想 是不是顺手 也把雨伞给弄出来 当然 弄出雨伞来 不是给他们用 这么麻烦的东西 估计这些小家伙们 不会喜欢 相比起腾出一只手来拿伞 还是头上顶个大斗篷 要更合乎他们的心意 在红石镇 或者至少说是 风铃拥兵团大院内外 这些天理方天 没有看见过伞 出没于雨中的 各路英雄好汉 要么在身上 披个大斗篷 要么就是 像只猴子一样 快地从这个房间 窜到那个房间 进入房间后 开始抖水 以顺便锻炼一下身体 而如沙家莫里希 这些魔法师 那就比较帅一点的雨水 对他们来说 形同无误 完全无视的 当然 对方天来说 一同样也是 其实 这里用来遮雨的东西 有点类似伞型的也有 但是正式的伞 方天感觉 他们还没弄出来 那就弄吧 那种一按阔子 就能自动往上弹出的伞 废柴方天一时 还不知道怎么弄 前世的时候 他用倒是常用 一旦从来没有一次打量过 他们是怎么弹出去的 当然 那东西的形象 就在他的脑袋里 一边想一边锁着 弄上三两天 最后肯定还是能弄出来的 但没那必要 只要把普通的伞弄出来 然后把自动伞 甚至折叠伞的概念 告诉风铃的兄弟们 那绝对用不着三天 这两样东西 就能全都摆在他的面前 于是 接下来 方天开始动手 油布 竹枝 木片 铁圈 十来分钟之后 一把粗陋的原始的伞 就这么诞生了 方天不知道 这是不是这个世界的 第一把伞 如果是 那还是有点纪念意义的 而如果不是 那就凭着粗陋到爆的做工 就完全没有提的必要了 还好 看卡的他们 或一脸新奇 或赞叹不已 或喜然大悟的样子 方天觉得 暂时为止 他还是能过一回 名家的瘾的 场中人有这么多 伞却只有一把 那第一次注定 是只能有一个适用者的 这个适用者人选 当然是方天说了算 卡德他们这些大人 全部否决 小迪克 他们这些小皮猴 全部否决 小琪琪脚上穿着一双高木鸡 手里提着另一双 也直接被方天给过滤了 任他瞎嚷也没用 爱穿着高木鸡 正在外面的泥水里 蹦蹦压比跳 不时还向前向后 翘起一只脚 来来回回打量着 似乎是在琢磨 这个东西 能不能像滑鞋一样 让他划着走 下一刻 方天把伞递给了身边的小艾薇 艾薇欣喜地把伞接过来 在方天的事宜下 把伞撑起 一只小手臂举着 走进紫语中 一滴又一滴的小雨珠 滴在伞面上 出轻微的滴答 显得分外清零 轻巧 而撑着小伞 穿着高木鸡 带着新旗 欣喜 以及几分小心翼翼 走在雨中的小姑娘 比那雨珠更清零 更轻巧 更清新 也更可爱 这一幕 这一景 方天看着看着 不由的就想起了 绝望书的雨象 撑着油纸伞 独自 彷徨在悠长 悠长 又记寡的雨象 我希望连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仇怨的姑娘 那停留在想象里的异象 与眼前这走在视线下的情景 情虽不似 景却仿佛 在心里缓慢地默念着这诗 念着念着 本来心情一片平静喜悦的方天 却也如同走入了那片异象中一样 忍不住生出了一丝寂寥 景虽仿佛 世界已输 而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也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方天了 第234章 浪潮出涌 这一天的中午 风铃拥兵团大院内 又起了一阵小小的哄闹 方天升级的是虽大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 怎么都有点神秘 反倒是他弄出来的这个高底鞋和油不撑 做法简单 用法明了 但是一看就很有用的样子 其后 当小琪琪踩着高木机 撑着油纸伞 小大人一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 他的那一群小伙伴们面前的时候 哄闹正式开始展开 向着其他的拥兵团大院 辐射而去 结果才刚刚到了下午 方天已经看到有不少人两件武装拳上 脚踩着 手撑着 在喷拳广场那边漫步了 谁说一劫落后来着 方天叹息 方天甚至觉得 这些模仿能力 动手能力 都相当有一套的佣兵们 包括风铃的兄弟在内 全都走错了路 入错了行 叉叉的 他们做神妖佣兵 当一名光荣的手工艺人 多好 方天甚至在想 如果有一天 红石镇因他的到来 而变成了手工艺的集散地 那该是多么奇葩的一件事啊 卡德等人在做出了样品 并亲身试用之后 现在已经聚集在一起 开始讨论 以及准备正式规模的制作 这两个东西了 多不敢说 至少要做到风铃的 老老稍稍人手一套 来到风铃的那些贵宾们 也终于被这事引了过来 那些十来岁到二十来岁的小朋友们 都以各自的方式 蹭了一套装备身上 那中一辈的 则只有几位感兴趣 其他的 要么连门都没出 要么天一亮 就到镇上采风去了 所谓采风 也就是赶各种场子 听来到镇上的那些其他人 对方天所讲的故事 的各种讨论 这些家伙从一来到红石镇 就开始这种赶场行为了 并渐渐十岁之位 从一开始的小半天到大半天 然后很快就斩到一厅 就是一整天 也不嫌腻味 当然 之前是听关于西游记的讨论 今天以及今后吗 应该是会换上了 这些家伙 就像是方天前世那些逛论坛 逛上瘾的网池们一样 一天不必就决浑身痒 而至于那几个老头 则一直神神秘秘地 神出鬼没得很 方天也不管他们 当然 话说回来 他就是想管也管不着 弄出了木鸡 弄出了伞 方天也就没事干了 本来一直在NetG上 躺了这么多天 身体都快要长蘑菇了 现在恢复了 怎么着也要出去狂奔一回的 比如说竹林那边 山崖那边 还有后院他房间后 不远处的梅花庄 他都打算要一一造访的 躺着不能动的日子 他只能依靠这些想象 让自己动 起来 不过昨天夜里 那奇怪的冥想状态 和突如其来的升级 让方天心中有所顾虑 打算还是回房 回到NetG上 静静冥想会 推测会 尽量找到一个 合理的判断为好 这是必须的 作为一个修炼看来说 这也是头等大事 反倒是升级 这件事本身 被他给忽略过去 天才相失了 也是 他的目标是法师 怎么可能把注意力 放在晋升到五级六级 什么的上面呢 再说了 身边跟着一个 身为全二代 自身又是正式法师的 某位大人 又有那几个实力 完全看不清楚的 连杀家都要理经的 老大人来到风林 方天只觉得 他就像是一只蚂蚁 穿行在巨人国中 要多渺小 有多渺小 在这种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 为晋升到 小小的五级魔法学徒 而心生什么得意 没见人家杀家 晋升法师了 都还是那么平淡如水 咱也要有点休养 不能那么浅薄 杀家类 好兄弟 我们是同病相连啊 你还好身边 只是挂着法师级别的 可是我家师尊是新号师 甚至是阅了新号师级别的 晋升为小小的法师后 你叫我怎么得意起来 不过方天 自己对自己的升级 不当回事 别人可不那么易了 这件事 实在是非同小可得很 别说在一个 小小的红石镇了 就是放到巨岩城 放到临海九城 放到整个南域 放到整个帝国 甚至于放得更大 更远 都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十三岁的五级魔法学徒 神 别说见过了 听都没听说过 诸神在上 你们哪一位的化身走丢了 快来这里 把他领回去吧 别让他在我们这里 H与警号 恩了 这不是诚心摧毁 别人信念来着的吗 在方天不知道的情况 整个红石镇 张灯结彩 哦 其实既没有灯张 也没有彩结 只不过 风林拥兵团所属的旅馆 在今天中午郑总宣布 在本旅馆不论吃住 一律免费十天 这其实只是个噱头 免费十天 完全不破什么财 又不是只要来了 就有接待的 作为一个小旅馆 他的接待 招办能力 实在有限的很 和风林拥兵团 目前在镇上的实力地位 已经严重不相符 再说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谁又可能真的 贪了风林的一点小财 送财还来不及呢 在这里吃了一顿免费的 十天后 保准会再次光临 点些很贵很贵 甚至最贵最贵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风林旅馆的所有饭菜里 还真没有什么 很贵很贵的东西 这真是 让人想送财 也找不到地方送啊 和风林有关系的经营 还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由方天和安良人 担任董事长的 抱抱熊耀祭奠 不过这个店 虽然在镇上的舞者中 极其拉风得很 但是两位董事长大人 不论是方天还 全都是完全的不关心 目前为止 方天甚至还不知 此店坐落于镇上何处 要寄生产情况如何 人员安排情况如何 经营情况如何 收入情况如何 就是这个方天 一切都不了解的要寄店 在今天中午和风林旅馆 同时宣布 一个月内 抱抱熊耀祭 以半价出售 这自然引起了 众多舞者的哄抢 那真的是门婴弱势 比前世的是大促销还要热闹 以至于刚刚宣布 这个消息之后的 半个魔法时候 此店就不得不 因要既供应不上 而暂时关门 不过其实哄抢的 都是一子中小佣兵团 和那子零散佣兵 而且 即和风林佣兵团 扯不上什么关系的 不然 都早就和风林 有了一个内部供货通道 而且这么些时间下来 人们也信 使用这东西 最好还是隔些天 用一次比较好 要么是状态极好实用 要么是状态极不好实用 要么是感觉快要突破实用 那此时候效果都是比较明显的 其他时候用 总感觉是把金碧墨成粉 往谁里倒 心不疼 肉疼 除了风林旅馆 和抱抱熊要祭奠之外 整个红石镇上 宣布三天 五天 十天 半个月之内的减价 半价经营的场所不计其数 镇上两大头面 佣兵团直属的 红石旅馆和狼牙旅馆 也在半价经营之内 其实这个时候 也是可以看出 风林佣兵团 在红石镇的关系 经营情况的时候 那些跟着减价半价的 肯定是和风林友谊腿的 不过这些涉及到 经营方面的事 对于武者和魔法师 这些修炼看来说 终究还是外事 别说方天 完全不理会这些事了 就是欧文他们 其实也是不大 怎么管的 这些杂事都是尽数付出去 下面的人经营得差不多就行 提供没有什么高要求 如果经营得实在太糟糕 那也就是换人就是了 对于这些修炼看来说 唯一的正事 始终是修炼 哪怕其中的绝大多数人 一生都无望在上升那么一两级 但是 只要没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谁知道下一步的情况会如何呢 说不定 就能找到机会突破了 而只要突破一级 就能给后辈或NV或子弟 开拓出一个更高一层的空间 营造出一个更好一点的未来 所以 哪怕是不为自己 也要艰难地跋涉下去 红石镇中 某一小旅馆中 一个小房间内 一个老看来会躲步 有时躲向窗口 有时躲向门边 从他的动作姿态可以看出 显然 他不是在悠闲的躲步 而是有什么心思难解 明天 为师要亲自登门 拜访方天阁下 过了半晌 老者终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对正锤手功力在一侧的 二十左右延年说道 可是老师 怎么说您也是七级的法师 去拜访那个 还只是刚刚晋升到五级的小孩 是不是 少年有点孽如地说道 在方天升级之后 以私人身份 紧接着去登门 按照大六通常的认定 这显然不是什么拜访 而是迎合 而且是那种甘愿服第一的迎合 所谓拜访 只不过是个好听点的说法而已 一个老牌的七级法师 像一个五级的法谋 像一个才十二三岁的小孩迎合 不管以前逼什么面子 都有丢尽了 虽然同样认为 那个叫方天的少年 真的很天才 但是听到老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少年还是有点难以理解 老师这种明显带着一分屈辱性质的决定 不理解 不赞同 老者停下踱步 转对少年问道 是 老师 您没有必要这样的 少年聂如了会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第235章 师者 该死的小子 你给我跪下 老者先是吃喝了一下 待少年跪在面前后 他才叹了口气 有点疲倦似的 坐到了NetG上 道 为师今年已经68了 这么一把老骨头 也活不了几年了 老师您 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听到老者这么说 本来神态平静 甚至带着点轻松的少年 眼眶一下子红了 有点失态的打断了老者的话 大声说道 你不要说话 听我说 刚才还甚是严厉的老者 被打断了话 一点也没有生气 为师的心气早就散了 别说现在 就是早个十年 为师也早已经 对晋升到八级 不抱什么希望了 为师的资质 为师自己最是清楚不过 能升到七级 那已经是诸神赐福了 说到这里 老者顿了顿 眼中浮现出一丝怀念之色 半晌后 才道 可是你不一样 你的资质 比为师要好 而且好了不少 为师23岁 才是一级的学徒 你15岁就是了 为师孤着 以你的天分 将来别说是八级 就是九级 也不是没有希望 而真到了九级 那想办法进了那道门 也不是什么 绝对不可能的事 说到这里 老者脸上是欣慰 感慨 沧桑 畅想等神色弊极 复杂的难以形容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为师就算是在茗玉 身边近是亡灵 也会大笑着 对那些亡灵说 我维恩的弟子 是个法师 你们知道吗 我维恩的弟子 是个法师 真正的法师 老师 听老者说到这里 那少年已是收不住泪 与生哽咽 视线模糊 可是 跟在为师身边 你怎么可能成长为法师呢 别说法师了 就是九级 也难啊 老者常常叹息一声 可是换个地方 就不一样了 那位方天阁下 据说今年才十三岁 就已经晋升到五级了 他晋升到九级 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一定会在四十岁以前 而已到现在为止 他所拿出来的东西看 方天阁下在九级以后 成为法师 那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至于能不能更高 那就不是为师所能猜测的了 不管方天阁下 是因为什么原因流落到这里 也不管他会在这里停留多久 但是至少现在 他在这里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才五级 为师却是七级 他是才进的五级 为师却是十数年前 就进入的七级 为师相信 清为师这一身老骨头 就算对天才如方天阁下 也不会一点用都没有 难道 老师您是要 成为方天阁下的追随者 就算是在悲痛之中 少年仍然是不由的惊声说道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牌 七级魔法学徒 就算做一位正式法师的追随者 也足够了 追随者还不够 还必须再近一些 怕少年神经不够脆弱似的 老者又说了这么一句 这个世界上 追随者其实也分好多种 像那种世家大族 一位继承人刚出生 有的就会被分派一些追随者 这些追随者的实力 可能高深的可怕 还有的追随者 虽然名为追随者 但是与被追随的对象 其实只是互取所需的关系 有朝一日反目为仇 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所以这里老者说再近一些 那就是指死心塌地 效力的追随者了 可是老师 方天阁下的身边 已经有不少人了 那位沙家大人 老师您不是说 他有可能是个法师吗 似乎是怕老师 真的想不开 去做方天的追随者 少年开始下意识地 贬低起自己的老师来了 他话里的意思 差不多就是 老师你才是七级学徒 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呢 所以为师才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实力嘛 高有高的好 低有低的妙 那位沙家大人 不用说 一定是在巨岩城 大有身份的人 我说不定就是 那一位的弟子 别说他是法师了 就算不是 也绝不可能 去做方天阁下的追随者 还有这些日子 新来的那些大成修者 都无不是大有身份之人 因此 这些人就算和方天阁下 走得再近 也近得有限 老者说到这里 脸上一出淡淡微笑 可是为师就不一样了 为师身后什么都没有 为师只代表自己 这一点 是沙家大人 他们难以比拟的 而和来到这里的 其他那些修者相比 为师又是高高在上 是少数不多的 高阶修者之一 方天阁下不收追随者 则已 若要收的话 为师的请求 一定不会被拒绝 可是你而怎么能 让老师为了我 而去做什么追随者老师 弟子不允许 一直有些 孽如怯懦的少年 第一次抬起头来 直视着老者 毫无胆怯地 说着大逆不道的话 老师 弟子不允许你这么做 养着头的少年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脸庞却已是被泪水浸湿 似乎是知道 只这么说还不够 少年又道 尼尔有老师教导 就已经够了 老师您已经是七级 在您的教导下 尼尔就不相信 弟子将来走不到九级 甚至更高一些的 只要老师想 尼尔就能做给您看 说到这里 少年终于气不成声 悉行两步 身臂抱住了老者的腿 像一个小小的孩童一样 把身体贴在老者身上 迟子老者先是淡淡地 嗤喝一声 然后却把大手用力地 在少年肩膀按了一下 那用力却缓慢地动作 仿佛是在传递着什么力量 接着道 你掀起来吧 地上凉 少年一声站起 却依然如孩童一般地躬立着 迟子老者又这么说了一声 才语重心肠地道 你还年轻 精识不多 却哪里知道 一个人能走多远 能走到什么地步 不是看他出身 也不是看他禀父 甚至都不是看他是否努力 是否勤奋 而是看他跟在谁的身边 和谁在一起 那些出身好的 禀父好的 努力非常的 难道为师还见得少吗 可是他们中有许多 成就也不过就是平平常常 反倒是那些出身没有 禀父一般 努力也不怎么 成就却极其斐然 连为师也要仰望的 为师却是见过那么好几位 究其是 也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他们找对了门路 跟对了人 第236章 水都是水 回到房间 上了NetG 端坐下来 很快 方天就进入冥想 对他来说 冥想真的很简单 差不多眼睛一闭上 就进入状态了 方天不知道 其他魔法师 到底是怎么样 他只知道 莫里希曾经 隐隐地提到这个问题 总之是很悲催的那种 不过 之前方天一直 没什么好的办法 帮不上他什么忙 而现在 对于这个方面 方天已经略有些许心得 冥想的滋味 依然很奇妙 效果出以前 但是似乎不太容易 进入昨天夜里 那样的状态 这个感觉很清晰 当有了这个觉悟之后 方天退出冥想 睁开了眼睛 许多问题 不必急于一时 只要再努力 只要再前进 昨天的那状态 以及其上的 可能更好的状态 极有一天 会乖乖地不请自来 这是一个修炼者 基本的自信 经过这一次的心境调整 方天不论是审视自己 还是观察世界 确实都已经进入了一种 以前不曾体会过的层次 上天他才给沙家讲了 《奇经》十三篇 那里面提到过围棋九品 其中有入神 作照 具体 通幽 等 里面有些不止适用于围棋 也同样适用于很多其他方面 他现在的这心境 属于哪一种呢 入神肯定不是 通幽也不是 没达到那层次 方天只能确信 现在的他和之前的他 确实拉开了一个大档次 有着明明显显的差距 但是究竟用什么样的描述 来定位这差距 他还不太清楚 又继续坐在NetG上想了会 对昨天的那状态 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测之后 方天走下NetG来 来到房间后面 想到梅花庄上 先活动活动再说 来到场地的时候 方天现这已经有人 而且不止一个 不过都是跟随沙家过来的那伙人 一共四个 一中年两少年 还有一个小NV娃 方天记得 那中年是西塞城的安德鲁 那两少年是圣剑城的卡瑞特 和三甘城的木童 而那小NV娃 则是林海城的 那什么南海十三 南海十三 真是古怪的名字 在家族同辈里排行十三 他的同辈 要是只有十几个 或者几十个 还好说要是有三位数 怕不是要有人叫南海250 方天不无恶意地揣测着 这可不是什么开玩笑 而是真的很有可能 要知道 这地方可不是方天前世的那时候 方天的话 一家有兄妹两个 就算是多的了 而有三四五六个 那简直就是奇葩 可是这世界 尤其是在武者或者魔法师 这些修炼者之中 家族基本是分柱不分家的 几代过后 稍微大一点的家族 同辈兄妹上三位数 那是极其正常的事 方天过来的时候 那个安德鲁正带着大鸟窝 哦 大鸟窝式的头戴 站在最高的一根木桩上 望着西边喷泉的方向 若有所思的样子 两个小伙子都在木桩上奔走 而南海十三这小娃娃 则背着手 仰头观看 如沙家那样的人背首 那叫酷 如南海十三这般背首 虽然是同样的姿势 但只能说是萌 当然 不论是酷还是萌 都很不错 至少两人的姿势 其实都很养眼 如果是方天背首 那就很悲剧子 既酷不起来 也蒙不起来 倒是有另一个词很适合他 而且和十三大有关系 那就是爱死十三 看到方天过来 几人都过来问好 当然 其中三个人 叫的是方天阁下 而南海十三这小MV娃 则叫的是方天哥哥 方天阁下 听说这个在木桩上的锻炼方法 是您提出来的 真的很不错 我要是回去 也要在练武场照这个剑上一做 桑甘城的木童说道 方天微笑着点点头 方天阁下 你也锻炼武器吗 圣剑城的卡瑞特问道 方天微笑着点点头 方天阁下 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 为什么地下的水不需要法术 也能冒出地面 如果在地上打很多个这样的孔 那过些年 我们脚下的这大地 不是整个都要被淹了吗 有点胖胖的 三十来岁大汉安德鲁问道 看不出你这哥们 还挺有忧患意识的 这次方天不点头了 开口说话了 明确对这位兄台表示加许 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句说完 方天顿了下 几人尤其是安德鲁 还以为方天接下来还要说一些话 比如解释啊什么的 所以前宁神准备倾听 哪知等啊等 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方天再说话 于是几人这才意识到 方天的话已经说完了 安德鲁憋得差点想吐血 小MV娃南海十三 看不过去天才相失了 使出撤交信号信号 方天哥哥 给我们说说嘛 要是这地被淹了 我们大家怎么办 你是魔法师博 方天问 南海十三点头 不过马上又一脸赦然道 人家不像方天哥哥这么厉害了 人家现在才一级 那不就得了 四系法术随便会一种 也不怕水来淹啊 汇丰系法术 你就让自己飞到天上 汇火系法术 你就把水都给烤干了 汇吐系法术 就把地面加高 让水淹不到 汇水系法术那更好 还可以天天像鱼儿一样 在水里洗澡 方天含笑说道 几人都听得愣了一会儿 甚至弄点不确定 方天到底说的是真话 还是只是在开玩笑 方天哥哥 你你说的是真的 小MV娃南海十三不确定地问道 哎 你们这些人怎么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的呢 独角戏自然演不下去 方天只能再加一把料 道 你们听没听说过 关于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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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传说 说是 那时候 整个大溜 地上都是水 方天随口一句问道 身体前主人的记忆里 除了魔法之外 基本没有什么其他的知识 而这个世界有没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方天也不知道 这里又没有什么上古思考之类的东西 让他看 来到这个世界时间虽然还短 但是方天已经对书 这种东西完全绝望了 目前为止 他只看过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西游记》 第237章 老不休 整个大溜 都是水 场中四位听众都是一脸茫然 就是场外的一些听众 如沙家之流 也同样一脸茫然 只有风林外延西不远处 五个老者散坐的地方 那个灰袍的法师听到这话 浑身俱阵 居然一下子就从了起来 老友 怎么了 那个同事灰袍的五者老头 一脸诧异地问道 从来没看到你这么激动过 方天小友说的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有点矮胖的法师说道 虽然方天只是一个13岁的小孩 连少年都有点成不上 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五个老者中 只有那瘦干老头 会直接以那小子 来称呼 其他人提到方天时 一般情况下 还是基本上带着客气地 成为方天小友 这 灰袍法师却是没有回答 只是按了按手 示意众人不要说话 没听说过 那就算了 方天随口结束了这个话题 如果是和沙家砍起来 那他弄不好 会给沙家吹吹王谷之时 四级废 九周炼 什么的 就算不扯这个 诺亚方丹什么的 也能作为话题来来侃侃 不过在这几人面前吗 还是算了 聊天也要分对象的 沙家是一个不错的聊友 这几个人以后会不会是 方天不知道 但显然现在不是 方天自是不知道 他这随意地结束这个话题 当面的这几个人 倒是没什么感觉 另外的一个听众 却是差点吐血 被他这只管挖坑 不管田的行为 弄得郁闷到无以形容 H与警号 嗯 挥跑法师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但终究还是只说出个H与警号 嗯 那个蛋 字没有说出来 只是他对面不远处 一棵树人核爆粗的大树 瞬间被挤到锋刃拦腰切断 沉闷闷地向背着几人的方向 栽倒栽地 沙家 来老头子这里一趟 挥跑法师用风系法术 向着喷泉边某个点 传音道一纳语气 甚是不愤 如果沙家不是已经 进位为终极法师 他的用语 大概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大人 不知有何召唤 还请吩咐 沙家跟音前来 抱拳说道 其实作为一个法师 刑法师里才对 抱拳那是武者的把戏 碰到个对这方面有讲究的人 弄不好 就会说一句自甘下流 不过沙家对这五个老者之根之底 自使会用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式打道 五个老者中 三个是老师往日治 两个也和大兄关系匪浅 其中还有一个 是他本人的授业之师 所以终极法师沙家阁下 对上这五个 都能称得上是半师身份的老家伙 一纳真是随传随道 刚才方天小友的话 你是听到了 挥跑法师问道 是的 沙家有点疑惑 刚才小友好像没说什么东西吧 可能有问题的地方 就是那个什么地上都是水的传说 看你的样子你也不知道 算了 挥跑法师有着一种对牛弹琴的索然 有空的话 你不妨和方天小友聊聊 就是关于那个洪水的事 好了 别的也没什么事 你去吧 是 沙家告退 沙家走后 那个矮胖的法师 同样一脸疑惑地道 老友一怎么回事 难道我们这个大溜上很久以前真的遍地都是洪水 算了 你们不知道也好 知道了也没什么用处 你们的级别差得太远 挥跑法师此刻恢复了平静 淡淡地说道 我呸 说得好像你是个星号星号师似的 就你这鸟样 依我看你这辈子是不要想了 受干老者第一个义愤填膺 我也不爽他这话 我可以证明 老友确实还不是星号星号师 但看他的这样子 比真正的星号星号师还要牛 矮胖法师在老友的两肘上重重的Nex 未能够和未来的星号星号师穿同样的袍子 我表示骄傲 挥跑舞者 先是向着众人拉了拉他的衣服 然后用拇指一钻 把他的挥袍给钻了个当当出来 一脸微笑地说道 挥袍舞者说完 四人全都把目光转向唯一还没言的那老者 我想说的话都被他们三个说完了 最后的那老者 先是做出一脸沉思的样子 然后抬起头平静地说道 似乎对情况估计有所错误 挥袍法师满脸不愤 巴德你太差劲了 你忘了昨天谁和你一起战斗了吗 我只站在真理的一边 面貌寻常 被叫做巴德的老者淡然说道 老伙计你说得太对了 矮胖法师一拍大腿 不像有些人 每天做梦都梦得自己成为了新好新好师 结果醒来一看 哎呀呀 怎么还是高法呢 我有这么不堪 挥袍法师一脸狐疑 征寻着众人的意见 你问他 受干老者这次比较委婉 用手指向挥袍舞者 不要问我 问他 挥袍舞者把下巴转向巴德 还是问他吧 巴德把球重新转回了矮胖法师手 我把那棵树放倒 他要是朝我们这里倒 那就说明我们的新好新好师阁下并不是那么不堪 他要是朝别的地方倒 那也不用再说了什么了 这样做 公平吧 矮胖法师指着身前不远处的一棵高阔浮书 有干无知的树问道 公平 其他三人以及挥袍法师本人都表示赞同 下一棵 树从根部被瓶瓶削断了 下一棵 下一棵 下了好多棵 树还是站着不动 不 不是站着不动 而是站着不倒 又或者准确点说 这树变得像是不倒翁一样 刚向这边倒了下 下一棵立刻又弹了回去 保持直立 就这般 这树像是喝醉了酒一样 东倒西歪的 但就是不摔下去 又过了小半场后 它不东倒西歪了 而是开始旋转起来 看它那转的样子 和方天以前倒过出来的陀螺差不多 开始还是慢慢地转 但是越转越快 越转越快 终于那棵大树爆成一大片的粉末 分阳四散 像是下了一个小区域的粉末雨 这结果怎么算 几人呆了一下 灰袍舞者问道 不提几个老怪物的打闹 却说方天这边 简单地对话了几句之后 方天开始了木桩上的锻炼 方天依然是如以前那般 把两手背在身后 先正向走一圈 当时热身 再倒着走一桶 当时松骨 然后侧行跨越 并不时伴随着一个个空心跟头 这就是正式锻炼了 项目虽然简单 但是由于这些木桩或粗或细 或长或短 再加排列上或输或密的关系 实际上一个舞者在上面奔跑 身体的任何一个肢体关节都活动到了 所以这个木桩 以及这样的动作 虽然是方天搞出来的 但这么锻炼的 反而是欧文安德森他们为多 他们中的不少人 已经把每天早上的木桩锻炼 作为必修课程 这样的锻炼方式 卡瑞特他们在这些日子里 应该已经见过不少次了 所以看到方天做起来 并不惊讶 只是在半晌后 方天结束活动 跳下木桩的时候 南海十三有点奇怪地问道 方天哥哥 我们是魔法师 也要像舞者一样锻炼吗 其实 魔法与武器共同修炼什么的 在很久以前并非没有过 但是当很多年过去天才相失 人们限量者共同修炼 异处少而害处大 有限的一点辅助或提升 远远不能与消耗的时间成正比之后 魔法与武器就正式完成了分流 后来再也没有合并过 不过实际的修炼上虽是如此 但一代又一代的仍然有不少人 试图在理论上为武器与魔法并修 找到一条可行的通道 毕竟 两者共修 互为辅助 那好处就是 瞎子也看得见 一个身兼魔法与武器两者之常的 高位修炼者 绝对是所有人都梦想的存在 而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存在 那也绝对是同阶单向修炼者的 极大噩梦 魔法师不需要像舞者一样的锻炼 但是多活动活动身体 总是好的 冥想起来也有精神线 不是吗 方天说道 他这话说的基本上对 但和没说也没什么两样 因为他说的是白痴也知道的东西 而南海十三和场中其他几位关心的 却不是他回答的这个 换言之 方天避重就轻地回避了南海十三的提问 在喷泉广场那边远远听着的沙家心中暗笑 心说如果你们想知道的东西 能以这样的方式问出来 那就不是小有五级 你们一二级 而是应该倒过来了 南海十三撇着嘴 小委屈地撤交道 方天哥哥 你怎么升级得这么快 一定有什么秘诀对不对 跟人家说说好不好 人家也想快点升级了 这就是年龄小的好处 如是卡瑞特他们 不管用什么语气 只要说出这话 那就意味着恶意的刺探和挑衅 不过 如果只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MV娃说这话吗 除了童言无忌 也没什么别的词来形容了 不过 看着南海十三这小丫头 那双大眼睛里见或闪过的脚侠 方天除了感叹 还是只能感叹 这个世界的小姓瓦 都是这么早熟的吗 第238章 风雨飘摇如何定 第238章 风雨飘摇如何定 随意几句打了这莱克四人组 方天在大院里闲逛 先是到练武场那儿 站到他的那个井边 用水元素凝结成围巾一样的袋子 随便在井里甩几下 那满意的水便全都被赶走了 整个井中一片干爽 再也不是出来这个世界时候的小菜鸟 方天一个空翻 利落的身手 在一些附和小法术的作用下 极其轻松自如地落入了八米多深的井底 甚至在下落的中途 他还有挟完了些小猴样 不过这没什么好得意的 前世的时候 方天就看到过有一只鸡被追赶着 张开翅膀 扑哧扑哧地飞行着 跨过了一条足有新号新号米宽的大河 当时看得他那叫一个木凳口呆 小小的心灵 受到严重的震撼 在那之前 他还一直以为家养的鸡 最多只能蹦个一两米呢 那实在是太过看扁了人家 所以说现在他的这个本领 最多也就和一只鸡刹相仿佛 这有什么好得意的 下了井后 方天先是在井里走走 逛逛 蹦蹦 跳跳 又耍了一阵子疯人排拳脚 这才悠悠闲地盘坐下来 仰看天 深入地下新号新号米深的井 加上里面扩井口小的空间结构 然后如果再加上没有光照式的暗计 本来就会对人的感觉产生一种隔离作用 而现在 外面的天地又是一片mine man 小雨萧萧 方天只觉得方一坐下来 刚仰头看天不久 不论是身体 还是意识感受武动乾坤 圣王 造神 圣王 江夜 杀神 神隐王座 球魔 傲视九重天 最强气少 大周皇族 江夜 杀神 神隐王座 球魔 傲视九重天 最强气少 大周皇族 武动乾坤 江夜 杀神 神隐王座 球魔 傲视九重天 最强气少 大周皇族 造神 江夜 杀神 神隐王座 球魔 傲视九重天 最强气少 大周皇族 都有一种莫名战力的感觉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真的是无以形容 只是沉浸在这种感觉中 方天就这么的失神了 过了好久 意识才再一次清醒过来 不明所以之下 方天只是记下了这种感觉 离开井 回返前走不远 就是沙家之前整出来的滑冰场了 不过自沙家前次离开后 这滑冰场也就废了 一方面是沙家刚离开不久 方天就遭到了不明身份人物的 狠力刺杀 生死难测 另一方面 大院里的人也无法弄出兵来 无心加无力之下 这个冰场就一下子从往日的喧闹 变成了禁忌 其实那时不只是这冰场 就是整个风林拥兵团大院 都变得很静静 小伯格小艾薇这些小家伙们 固然沉默了很多 欧文莫里希等大人 更是忧心忡忡 方天的昏迷步行 让风林拥兵团 一下子变得风雨飘摇起来 那时候 似乎整个红石镇都在等待 等待方天醒来 又或者 而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 也都必将导致红石镇 又一番的势力变动 没有请沙家过来 把冰重新给弄上 方天只是略带感慨地 从冰场中间横穿而过 粗略一算 才来到这个世界两三个月 他就在这个叫做 风林拥兵团的大院里 留下了不少属于他的痕迹 刚才的那个警示 现在脚下的这个冰场是 后院的那个梅花庄更是 更不用说 风林大院外 那个百米高的喷泉了 这一切 全都是在不经意终生的 方天从没刻意地去做什么 他只是想起个小灶 好开个小锅饭 结果挖一口吃水井的时候 就弄出了喷泉 而他原本的计划却破产了 到现在 他的小锅饭也没有影子 目前已经把喷泉广场 作为他们的一个 休闲活动中心的红石镇中 谁能知道 这原本只是方天为自己找的 建个小菜园的地方 像这种专门利人 毫不利己的精神 除了他方天 谁还能有 他只是随便地 讲了一个坐井观天的故事 结果安德森就挖了口井出来 当成房间住进去 然后方天和沙家都效仿了 后来莫里希也效仿了 风林外有没有人效仿 如果没有 那才是见鬼了呢 按这个世界的说法 是见亡灵了 许多事 都只是他起一个苗头 然后在沙家 安德森等这些土著们的热情配合下 就会向着方天 完全预想不到的方向展 让他目瞪口呆 这之中 就更别提那个西游记了 真要算来 目前为止的所有一切 都是从那天晚饭后的一个无聊开始 那真是无比蛋疼的一个无聊啊 如果这一次他就这么挂了 若干年后 风林拥兵团 红石镇 会怎么评论他这个人呢 偶尔因为某个话题 说到他的时候 会说一些什么呢 想到这里 方天心里五味杂成 也不知是酸是甜 是苦是色 但是外面的表现上 他只是一脸悠闲平静地漫步而过 这里逛逛 那里逛逛 几乎把整个风林大院 前前后后逛了个遍 方天才觉一路上没遇到什么人 也才恍然起几小时前卡德他们对他说的话 欧文安德森他们被红石狼牙找去聊天去了 弗兰克等人被猛虎他们拉着 去湖外果山瀑布那边顶锅盖洗澡去了 莱恩莫里希他们被人找去留魔法去了 皮尔他们被他们的同行找去切磋管理心得去了 就是罗林大婶 他们也被一帮富人们拉着看杂技团的猴子表演去了 当然不论是聊天的还是洗澡的 不论是留的还是切磋的 又或者只是看杂技的 用卡德他们的话来说都只是楼草 楼草不是目的 打兔子才是 谁是兔子 除了他方天少侠 还能有的谁来 方天觉得他应该是感到荣幸的 但实际上一点也荣幸不起来 再想及安德鲁南海十三 他们这些各大城的来客 红石镇中那么多的远近大小镇子的武者和魔法师 那个莫名其妙的刺杀事件 背景莫测的红毛小子格罗特 少NV牧师卡林所代表的生命 NV神神殿 这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背后都牵涉着很多很多 更不用说 那个还在继续向着更大范围扩散的西游记 真是不想不知道 一想吓一跳 其实真要只是吓一跳就好了 方天感觉 他是一点也跳不起来 他的怀里 真的是抱着很多个很多个 很大支很大支的压力 而这么多这么大的压力 在可望见的一段时间里 他是绝对吃不完的 就算不是秋风秋雨 这初夏的风 初夏的雨 也能仇杀人啊